两个比较搞笑的角色出手啊 一提大表哥是选择了大猪陈古汉,右边是日本的MDASH选择了暴龙王 带着一个暴龙王暴龙面具的一个摔角手啊 大表哥准备给这方再次造成大的一个威胁 好了咱们来看这场队队,来对大表哥 被这方又是一个指定头啊,这招很像忍者那个灰星路 好了开BC取消了,BC取消,哇 铁球大战机,现在这方要不亏联啊 看得出来MTOT对这个角色,研究的不是很深 跳C对马上牵制,跳C 亚逆向想抓人,恐龙王再抓一个投机 滑铲 哎呀,M的大猪 赶负路在河方啊,过年好 欢迎兄弟回家,新年快乐 我们现在来看看是两个大猪,又要二人转了 一段转球取消出铁球大扑杀 嗯 嗯 哇,这个还打满20局,有个人 来了,这里终于要开始秀连招了,现在是这套BC 让他给上冠 attorney 我都在发生日子 我每一个人的视频 这套BC取消,因为是说了 真是想要出발的 张美玉兵 合适ру 这套BC取消,就是了 云df 云霜 那你的故事 打的M大师也是有点欲护不累了 对面手底大将是选择了顺影 还有一个顺影 凹一下没凹着啊 吓得M大师也是后背一凉啊 又是一个指令头 三起摄影下盘两点之后开BC了 这套大招会打的大宝哥去掉半管血了 没连大招啊 他选择了没有连大招 还有40秒 对于M大师来说他的优势还在 血量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不过大宝哥这边还有一个满血的大将 没上了 完了完了完了带走了带走了 暴龙没有了 哎呦居然 居然 没连上 大宝哥受身切反 这尾巴抓起来 大宝哥没把他咬 没有把他咬住啊 断掉大宝哥也断连了 而且刚刚怎么咬不到 本来想把他从地上咬起来啊 没连上去啊 来看看基斯护华德 上来出招被这方确返了 半管血差不多了 好 要马三气了吗 基斯护华德加气好慢 爆气了 联锋拳 大宝哥是想秀一个顶点超微杀的 大宝利封拳 双重联锋拳 空中联锋拳 大宝哥把比分追成了8比8平 接腰拳的吗 OK